Fighter 我是新北市政府 叫特 tao大隊 惡因分隊小隊長關於志國 我是來自新北市 惡因分隊小隊長陳陳青 大家好 以前在膀仗恩擔任 訓練教官 那因為車禍的課程其實在我們救助訓室裡面的次數是僅僅兩天 那跟其他的課程來講是不成比例的 那因為這樣我自己大概98年的時候有請派遣有幫忙找一些資料 其實我們的車禍的支護情緒佔我們的救護算 就是我們的救災裡面它是第二高的比例 除了僅次於火警 第二高的就是車禍 那我會覺得既然它的比例那麼高 為什麼訓練時數會那麼高 所以我就開始找尋一些國外的相關資料 心情我非常缺悅 因為這次是我們台灣第一次我組隊去WHO比賽 所以很開心很榮幸配備學員很容易 我會覺得就是讓大家在救災的時候更安全 那學習到更先進的一些技術 那也能讓我們在救災的過程中更多的寶藏 讓患者救出來的時候 他的癒後是更好的 這也是推車禍救援的最主要項目 訓練方式主要是我們在分隊 就是有做單向的訓練 然後也有參與這一次台灣的比賽 來做一個出國前的準備 以我們這次去WHO比賽這個組織來講的話 其實他對於我們國內的有興趣在參加 他就車禍救援的同仁來講 他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方向 我們每年都會有帶不同的會員 我賺成世界型的救援比賽 他們的比賽其實就是先有國內賽再去參加國際賽 那其實以我們國內其實兩年比賽的車禍救援 其實WHO要是有機會的話 他其實可以辦每年一次 那由每年的國內賽 爭選冠軍隊伍出國去比賽 其實對於國內的一些車禍救援的 一些救援的技術救援的觀念 都會更新跟國際接管 當然有信心啦 我們都是台灣最強的精英 參加就是一種榮耀 對於我們團隊的技術其實都還蠻有自信的 對 明天去看 我們在國內說 你們的路線 不太會 我們在國內 等到國內的方案 大家聽得不懂 我們在國內